第四球 嗨 大家好 我是丁立奇 嗯 接下來 要來挑戰 華世的快樂的快樂 想說 立奇哥如果給你一個機會 然後你可以去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你想要去哪裡 希臘 因為我覺得希臘 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那邊有那個 李重海 然後我以前都有看過那種 很多的神殿 他是我一直 非常想要下滑去的一個地方 所以是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機會去 還是你都去過了 然後想要再去一次 還沒去過 好遠喔 很美 感覺它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但是好遠 所以光想到行程 行程就可以被綁住了 說說你去年最讓你厚恨的事情 去年最厚恨的事情 嗯 應該是 雖然表示說我該結婚了 然後我還沒有結婚 那如果時間可以到你 你會希望回到哪一天 哪一天啊 可能沒有哪一天 但我覺得我想回到學生時代 不用想太多 其實很輕鬆 你只要管演出品不好 有沒有關係 這樣消退嗎 那有沒有最常鼓勵自己的一句話 最常鼓勵自己的一句話 就是要創造自己被利用的價值 那你覺得演戲最難克服的是什麼 最難克服的啊 這有點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第一次跟這個演員合作 然後不熟 但是 又必須要跟他很親密的時候 有時候又怕你來想太多 又怕人家誤會說 我們日記一定會吃人家豆腐 是 就很兩難 你要很親密 但是來不及溝通啊 因為有時候譬如說我跟他都面接過面 但是我們第一天就要擁抱 要幹嘛之類的 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那演戲的時候 害怕下列哪種情況 第一個是 親密性 然後就是很有反應被網友發現 第二個是 動作器就是吃手 然後打傷了 不小心打傷大前輩 然後第三個是 開一天打吃到一個小時 二跟三 我不小心打傷前輩 好可怕 那個 我跟你講你 你可以嚇貴的你知道嗎 而且如果前輩又是一個長輩 你不要說前輩 長輩 欸如果人家七八十歲你 打傷人家 這個很嚴重 然後遲到是 因為 拍戲不是一個人 拍戲是你們看到的人 只有一個人 但是後面還有數十位 二三十位工作人員 然後全部的人都會等你 到現場 真的會很羞困 對不起 你只能投越來越低 對不起 然後又不見 好 好